先言谢国荣则是针对每年8月份 县政府在旅团举办的红面鸭活动表示质疑 他说花了2500万元吸引了14万人士 不过这整年来一成不变的活动却已经失去吸引力了 谢国荣他提案把2500万元经费搁置 希望观光处能够提出更好的配套方案送到议会 今年度苏华凯通车之后 一半的车入量都前往193000到新天堂 台11线和台11丙线上 而往台9丙线上的车草也没有像往年那么多了 今年6月份往旅团坛的观客也只有4万人次 8月份的红面鸭活动可以说是一成不变 却只有14万人次 并没有带动周边的公共效应 而红面鸭2500万元的经费 而先言谢国荣提案 红面鸭2500万元的经费先行各自 也请观光处提出最好的方案再送到现议会 最绝对是我们旅团坛 有每一年都是2500万给他办活动 红面鸭的活动 最主要这个活动的话 每一年要有更新 要让所有的游客人进来 所以我们看那个书记 平常就是说六七月份的话 就有十万多人 可是八月份 纯粹这个月办红面鸭的活动的话 顶多增加到14万多人口 游客 所以说希望说明年度啊 我们先把这个议算训挡下来 提出好的计划了以后 再先以通过 让所有的游客因为我们花园是好山好水嘛 所以办活动是吸引客人到花园来 不是说你来花园是看我们花园的好山好水而已 是办活动来吸引客人 这比较重要 所以希望说我们的红面鸭提出更好的计划出来 让我们一眼来审核 明年度的话 2500万才可以通过 现在谢公表示 花园虽然好山好水好人情 面临一层不变的红面鸭活动 吸引不了观光客来这里游玩 相对的没有人潮 周边商家也跟着没有生意可以做 希望观光处能够规划出创新的方式 不然每年2500万只是付出流水 对花园整体而言并没有带来任何效应 谢谢观看